在前台西派出所警官 吳英迪在半年十二点是接到民众的报案 说有一间超商的店员 因为身体无尽快是无法做工作 吳英迪到现场以后是马上叫救护车 但是这个店员是欢迎他的当务就工作 所以是无所管理去看他 为了让店员安心去便宜 吳英迪就决定帮他驾驾台台 台班 后来买东西的民众是娥乐界的警察实在是有够大声 说到超商的店员也对警方的帮忙是表达感谢 台西分教也提醒民众 大家如果身体无尽快 一定会马上来找帮助 你先去啦 我帮你顾一下啦 警察口放店员马上去便宜治疗 并提他先告证 台西派出所在里面接到民众通报 有今天超商因为店员身体无尽快 趴在桌上睡觉 警察到现状了解后发现店员有万一心悲 在这里没带我来上班 他们家马上联络叫车中医送去便宜治疗 店员只是趴在桌上 但是还有意识 然后他说还有慢性疾病 然后因为没有吃药 所以身体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马上叫119来 然后119人员判断也是觉得说他要立即救医 总店员上去你救火车了 警察吴永志环乐店没人过 可怜的作用店员来材物顺势钉钉 因此当下是决定 站到整台新邦车有最高点 这当中近过差不多百分钟的时间 有民众看到警察站在整台都感觉非常好奇 主要那个时候没有想太多 因为那个店员蛮执着的 一直不上救护车 我想说先把他送上救护车 然后后面的事情呢 后面就突然想到说 可能会有怕他们店里的财务受损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先帮忙照顾一下 大概站了2、30分钟 期间当然会有民众进来要买东西 他们看到警察站在柜台 但是派出所非常困定 警察吴勇智 这一集为民众部 保护到民众的生命安全 同时也提起乡亲 如果有感觉身体不爽快 一定要立即同地相关各个来协作 票便以外发声 记者聊顺到彩虹报道